请 Pocket 私人 家主 我问你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我睡眠不好 这是安眠药 你以为我不懂英文吗 这是洋人的碧玉药 我说你怎么不怀孕呢 原来是你不想给我留后啊 我这么大家业 让前来继承啊 你想我断着去 你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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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你 你放开我吧 放开我吧 岳父大人 知道这是什么吗 你知道这怎么回事啊 你给我滚开 这是碧云药 这是你的女儿不怀孕的秘密 你的宝贝闺女 每天晚上陪我睡觉 心里去想着别的男人 她就是吃这个 毁了我的孩子 是你教她的对不对 是你让她吃这个 让我没有孩子 继承这份佳业 对不对 是不是你 朱后生 这是佳业 本来就不是你的 是你让她吃这个 你说什么 这里的一草一木 这个家所有的一切 包括你都是我的 如果没有我的话 你们两个早就流落街头了 我现在让你知道这个 你对我做这么没良心的事 是什么下场 没了这个药 我看你怎么毁掉我的孩子 你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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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朱后生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朱后生 你个包包 你放开我 你感觉我 他具 Brenda 我梅里 我们都是愿者 Zither Harp 天哥 你要快点醒过来呀 这已经足够 细雨般温柔 那个背影不都是渐行渐远 这匆忙的一生 划成几个瞬间 总在某个夜晚 悄悄来到我身边 在浩瀚的人海 你曾飘向何处 就像两朵浪花 我们相依后分开 这短暂的一生 留下几个瞬间 就在这个夜晚 悄悄来到我身边 在熟悉的路上 依然涌动着人海 没有两朵浪花 像雨后不分开 当有天老去 我会想起你 在金色的十月下午 你为我而来 为什么要回来啊 我 不想在东北待着了 所以就回来了 有些人想离开 就离开不了 有些人离开了 就偏偏还要回来 朱红生 对你不好 花张 关于我的事情 我不想说太多 对不起 我这次回来 很想知道你过得 到底好不好 好又怎么样 不好又怎么样 好的话 我会祝福你 不好的话 我会觉得心疼的 有用吗 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最需要依赖的时候 你在哪儿 我现在心都死了 什么都不需要 女婚了 所以我的事情 说也不说 你知道又不知道 都已经不重要了 对不对 你看我 对不起 其实我没有权利 对你说这些的 怎么样 你好吗 我 还是老样子 没怎么变 听到你过得不好 依然会觉得心疼 你别这样 幻章 如果没有陆星天 我可能就是你的女人 你会一辈子心疼我的 对吧 可是我现在是别人的棋子 你也没权利再心疼我 我知道 你看我 在你面前永远都隐藏不住自己的情绪 我这次回来 想见见谢伯父 其实爸爸也提前见你的 我要见的是有重要的事情 而且这件事情不能让外人知道 王乐 朱老板 你怎么来了 有贵客专门来看你 你这么有面子 我这个做老板的 当然要亲自来接一趟了 幻 graphic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谢伯父 都是幻章不好 罪家福到外地去 这么久才会来看您 你可好啊 我挺好的 我一向都挺好 有事了 是有件事情 要请教谢伯父您 如果可以的话 您帮我做一个判断 说 日本的凤尘银行 突然发售高出 其他银行利息两倍的债券 如果换算成美金的话 资金高达二十个亿 说是要高出 投资到他们国内的几个大项目上去 可我觉得这里面有问题 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几倍 您是问是银行资产的几倍吗 我做个调查了 封尘银行的总资产 只有三千万美元 繁星 繁星 是 您的意思是 只要高出银行资产的三倍以上 就是翻信 就是骗局 日本人要骗中国人二十亿美元 这么大的数目 如果要让他们得逞 岂不是半个上海都要被他们骗局了 这就是福士山计划了 你说什么 没什么 我说 你实话告诉我 你这次回来 是不是带着什么特殊的任务 万贤 我不想对你说谎话 可有些事情 你还是不要知道太多为好 对了 天歌现在在哪里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还在上海 有一次我听黄岸山的手下说 他如今已经沦落到 道马桶一身 五六七八 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 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 五六七八 音乐 洪莹姐 洪莹姐 我没看错吧 你可吓回来了 洪莹姐 洪莹姐你怎么来了 还真是你呢洪莹姐 我打了耳朵闻到你反过话了水味 小凤 那么久没见 你还是那么会说话 那当然 我今天回来只是临时帮朱老板一个忙 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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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那太好了 我就说嘛 有些人呢 这小鬼变了阎王 他也登不了大台 一个跳舞的还想当头牌 也不照照镜子 这小鬼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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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洪莹姐 还记得你以前吗 哎 记得她以前吗 记得 那七点未到 厂子又全热了 哎呦 哎呦 子达你走后啊 我们都不太想干了 特别没意思 我现在就想啊 多挣点钱 找个差不多的 嫁了算了 真没意思 小凤 听我的一句话 大家都是苦命的姐妹 都别互相糟惊自己了 朱老板跟我说 今天会来一位贵宾 让我临时帮个忙 你别太介意了 洪莹姐 你回来太好了 我们终于不用受她的气了 是 就是 就是 好了 姐妹们 我们准备吧 好好好 走 准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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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全山海滩的马桶 都给我倒的话 那我就发达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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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有一次我听洪曼山的手下说 他如今已经沦落到 到马桶为生了 高溪债券已经发售三天了 买的人还是很少啊 看来前景不是很乐观哪 钓鱼是需要有耐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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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饵放到水里 到时候鱼自然会上钓 我们不是江滩宫钓鱼 愿者上钓 我们没有时间的 想要加快时间 有加快时间的办法 朱先生有何高点 要想让鱼上钓 首先让鱼觉得没有危险 曹邦和斧头帮大小盘口 加起来有几万人 只要每个人发一百大洋 那就会出现排队封抢债券的现象 那这么多人买 证明我们的债券是没有风险的 到时候一定会有一群 好奇的蠢货跟风的 可发出那么多钱怎么办 做生意不要老想着花出去的本 要想着赚回来的利益 山川先生不是想要 全上海人的钱吗 这点本就算什么呢 中国一句老话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就当是山川先生 为自己的计划做广告吧 上海 沫也上海 沫也上海 一是个木叶城 画的字我 挑黏围 翤其他 großer 天空满 夜深火 太美了 一生 祝你 要清楚 大家回去 山楠先生 您是喜歡這首歌呢 還是喜歡唱歌的人啊 這個姑娘 就像玫瑰花一樣 是 季小姐 请请上这辆车 这是住了房的案板 季小姐 请上车吧 季小姐 认识你 真是我的荣幸啊 你的容颜 就像那月亮一样 你的笑容 就像那太阳 可以这么说 你是我见过的 最漂亮的女人 山川先生 很感谢 已对我的赞美 和热情的款待 不过 现在时间不早了 我该回去了 回去 不不不不 季小姐 今天 你要留下来 陪我过夜的 很抱歉 我是舞女 而不是妓女 季小姐 我也是从来不带 妓女回来过夜的 山川先生 我想你应该知道的 舞女 是不陪客人过夜的 说得也对呀 朱先生 说你是一颗 带刺的玫瑰 不过今天晚上 我就要摘下你 这颗玫瑰 我这个人就喜欢挑战 放手 沈飞先生 放手 放开我 放手 沈飞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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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子是谁 是你吗 不是我 朱老板 你跟季洪女的关系最好 不是你是谁 真的不是我 朱老板 你相信我吧 小枫 现在是不是你已经不重要了 上海每天都在发生很多新鲜事情 季洪云很快就会被人忘记 现在最重要的是 山川先生很不开心 你必须要帮我 让他开心 明白吗 能不能 我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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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把门关上 把门关上 走了 把门关上 過來 你還不是 關武 有了 你還不想 你還不想 去换上我的河湖吧 你一定会很漂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把码头给占据了 把力给吃了 他这气啊就不打一处来 他虽然说日本的势力很大 但是他带领他的六个兄弟 把那一百多人插着打败了 追牛只带来六个人 六个人可都是高手啊 这六个人厉害 都是高手 那一百二十个人呢 这都是黑龙会的 日本的黑龙会的 告诉你 还得加上斧头帮的一百多人呢 所以之后呢 黑龙会 黄先生 这 哎呀 又添麻烦了 谢谢 来 走 添麻烦 六 七 八 九 十 好了 今天就练到这儿 你们回家吧 你来了 别闹了 我还没忙完呢 别闹了 那我帮你坐 咱们早干完早走 哎 我说小敏啊 你们啊 还是赶紧走吧 剩下的活儿 我帮你们干 你看索牛站在这儿 我都觉得害怕呢 走吧 走吧 那谢谢你们 没事 我们就先走了 哎 走吧 人家都让你走了 谢谢 不回来 发生什么了 这怎么回事啊 这是谁干的 谁干的 我不知道 可是红颜 我发誓我一定要找到这个人给你报仇 黄老板 你别难过了 是 是朱鸿燊 是朱鸿燊 用季小姐的安全威胁你 不让你回上海的 是 朱鸿燊 你别哭了 是 朱鸿燊 你别哭了 你哭坏了身子 咱没法报仇啊 黄老板 红颜 我答应你 我一定要找到这个人给你报仇啊 黄老板 你别哭了 你哭坏了身子 咱没办法给红颜报仇了 肯治山计划已经开始启动了 那就是由封城银行 发行高期的债券 高期的债券 对 由封城银行发行 二十亿的高期债券 到时候再宣布银行倒闭 那么这二十个亿 就会被彻底地捐走 那这不是翻息党吗 这不是翻戏党这么简单的 富士山计划的背景 是日本的军方 我现在担心 这是日本清华战争 对上海的前奏 这是一个 利用民间组织 所隐藏的巨大阴谋 那怎么办 我今天来 就是想我们大家 能够团结起来 一起阻止他们的阴谋 我知道这个朱鸿针 和风尘银行的关系 特别密切 我不知道这个消息 对你有用没有 朱鸿针和风尘银行有联系 红营就是被朱鸿针 送到日本人那儿的 现在来的这个山川 就是风尘银行 新来的社长 看来事情 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我们现在必须要找到星天 我们现在真的不知道 我大哥现在在哪儿 或许我知道 现在星天在哪里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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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哪个马桶杆 是哪个马桶子呀 不管了 先刷吧 小兄弟 打扰一下 干嘛 好 我们想找一个人 他叫陆行天 你应该知道他在哪里吧 你们想怎样 别害怕 我们是他的朋友 好 好 我们想找一个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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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 病人的情况怎么样 他可能是受了脑震荡 也有可能脑部有淤血 压着脑干 所以说昏迷不醒 有生命危险吗 暂时只能继续观察一下吧 目前能够唤醒他的方法 并不是药物 而是外在的刺激 那有什么样的刺激呢 能让他脑部神经 突然活跃起来的事情 你们可以尝试一下 跟他多说一些他过去的事情 特别是对他影响很深的事情 好 我们出去了 是不是没有阿田 我们就无法救到这个情况 凡诈骗需要极高的心理素晨 懂得和凡喜党过招 又能够博士心灵的纯洁 没有人 只有阿田 大哥 我们都在这儿等着你呢 你赶紧醒过来啊 您想在这里 您曾经一直想 gold 我们要为他们报仇 勾结日本人 杀了季小姐 我们要为他们报仇 为了揭露和阻止 日本人的重大阴谋 富士山计划 王幻璋四处奔走 联络上黄有明 索牛 赵小敏等人 他们找到了 已经失去知觉的陆行天 迫切希望陆行天 能早日康复 共同粉碎 日本人的阴谋 联络甘赐的方法 过程有效 饨钱的人一天比一天多 好势头啊 但速度还是太慢 小药块 简单 我们有更快的办法 请辞教 什么东西最紧俏 民众就会抢购 债券也一样 你的意思是 发一个限量收受债券的通知 聪明 不愧是金融高手 好主意啊 但毕竟散户的钱还是有限 多家银号和银行 还是在观望 别急啊 我们可以越越派高西啊 那眼红的人就会越来越多 那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去取钱来买 取钱的人多了 那各大银行和银号 都会吃不消的 他们一定会主动来要求 帮助山川先生 来推销咱们的封城债券 这个是党都挡不住的 只需要山川先生 一定能小小的耐心 要血 银号和银行里都是聪明人 他们会这么容易上宫吗 连死都是会有勇的 给股票套牢的王王是那些 自作聪明的人 李大夫 情况怎么样 看来我也无能为力了 你扎了这么多针 你现在才说无能为力 赵地 李大夫是上海最好的中医 她说无能为力 应该是真的没有办法了 他现在虽然这么躺着 但最起码能够平平安安的 对不起 来 来 让我听听 你干什么 医生说现在孩子还小 听不到他音 但是我怎么还好听 让他跟我说话一样 孩子不愿意跟你说话 好好好 孩子不愿意跟我说话 愿意跟你说话行了吧 但你知道 他会跟你说什么吗 他说 妈妈 这就是命啊 爸爸是不好 可命运是挡不住的 既然离不开爸爸 那就好好地过日子吧 我累了 早睡 下午 你怎么说 你怎么 sebelum 你从昨天看到这个 那让我想看 你怎么把他藏着 你怎么说 那就什么 啊 不算他们 你是个人 按得不行就明得来 案局只能按破 如果可以明之外 我早就会和政府联络 这件事情啊 我们没得选择 什么叫没得选择 这种军国大事 本来就不是我们几个 老百姓操心的事 左牛 干吗呀 你看看 我们几个现在办的 还是人事嘛 大哥现在病着呢 我们现在最主要 就是帮他把病看好 并不是逼着他醒过来 帮咱们干事 还有你 以前我挺敬重你的 有情有义 你怎么当了官 现在变成这样了 左牛 对不起了 这件事情上 我是太急用近利了 没有在乎你和阿田的感受 你没错 就得急 难道我们眼巴巴地 看着日本人 把中国人的钱都骗走吗 我们现在以我们的方式 去反日本人诈骗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难道你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我是没有办法 我现在就是想把大哥的病看好 我知道 你现在就是想找朱鸿生报仇 替季红颖报仇是不是 是 我是要报仇 我来自江湖 讲的就是义气 是 庄鸣 对不起了 这件事情上 我是太急用近利了 没有在乎你和阿田的感受 你没错 就得急 难道我们眼巴巴地看着日本人 把中国人的钱都骗走吗 我们现在以我们的方式 去反日本人诈骗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难道你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我是没有办法 我现在就是想 把大哥的病看好 我知道 你现在就是想找朱红生报仇 替姬红颖报仇是不是 是 我是要报仇 我来自江湖 讲的就是义气 郝老板 苏牛 咱们还没有和日本人开战 不能自己的人先斗起来 反正办法我是想不出来了 你们现在想用武力解决 找我 也不知道阿田什么时候才能醒来 我лемton 你怎么多 老板 我要监职 吧 这里还没关系 我 好 sold orchest 监系 重 说吧 爸 我不想要救火车的孩子 我打算把这个孩子给打掉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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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舍不得 我也舍不得这个孩子 还我 我爱孙子 我爱孙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爷 太太 您是要出门吗 我带我爸爸到院子里走走 爸 委屈你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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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哥 丁哥 小姐 请问一下我太太在哪里看病 叫什么名字 什么病啊 谢婉欣 应该是在妇科吧 谢婉欣 连老婆怀孕了都不知道 不是妇科 是妇产科 从这上楼往左拐 天哥 天哥 你醒醒啊 天哥 天哥 你醒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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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了 他怎么了 我不知道 他昏迷了 昏迷了 他怎么会昏迷呢 我在这看病 然后不小心碰到他了 怎么 我到处找你 没想到就把他优惠来了 你说什么呢 你要怎么下怎么下 咱们走吧 等等 你们是干什么的 是他家属 我 我不是 大夫 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人到底怎么了 你们没事去 就请离开 我 这个人我好像认识 你们认识的 大夫 你不要听他胡说 他是我以前认识的一个朋友 他现在变成这样了 我怎么能不管呢 陆行天 我不管你是在装神还是弄鬼 如果你要是真能忘记以前的痛苦 那你可真是太幸福了 告诉你个好消息 你满心怀孕了 是我的 你就在这儿好好养病吧 我们回家 我们回家 这儿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你想害死我的孩子是吗 你今天去医院 就想害死我儿子是吗 我明白了 你说今天去医院 正好巧遇陆星天 你们俩根本就是预谋好 你们对付不了我 就想对付我儿子 你 你爹 还有陆星天 想和我害走儿子 是吗 我现在就是杀了他 住口车 我没有和我爸和陆星天 商量好 我真的是遇到他的 你也看见了 陆星天他现在是个植物人 他对你还有什么危害 你为什么还没完没了的呢 谁没完没了 你们想害死我的孩子 是谁没完没了的 我告诉你 如果你再做一些 伤天害理的事 这个孩子我是绝对不会要的 你说什么 你居然为了他 连自己亲生的孩子都不要了 你别逼我好不好 什么叫我为了他 我告诉你 这个孩子是我的呀 我也不忍心伤害他的 你知道吗 我是不希望这个孩子一出生 看到一个禽兽不如的爸爸 我怎么了 我有什么错 我这么做一切都是为了你 我有什么错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谢万新 从小到大 我对你是呵护有加 百依百顺 我朱鸿生这辈子只爱过你一个人 我今生最大的梦想就是 娶你为妻 咱们两个白头偕老子孙满堂 可你爹都做了什么 一会儿把你嫁给了这个 一会儿把你嫁给那个 为了自己的利益 把你像货物一样推来赏去的 陆星天一个北方老 没几天就得到你的爱 所以我恨他 我所有的恨都是因为我爱你 但是我曾经想通过 真正爱一个人 是希望他开心快乐 只要你开心 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其实我知道 虽然你现在嫁给我了 但你的心并不在我这儿 所以我一直在等待 我一直在忍耐 我本以为 现在我们两个有孩子了 作为一个女人 会回心转意的 可我没想到你会这么残忍 你竟然会要杀死 我们自己的孩子 我自己的孩子 我自己的孩子 让我们两个抛开一切 我们两个什么都不说 让我们两个好好过日子 把孩子生下来好吗 我会用我后半生 好好的爱你 我们两个好好过日子 不好吗 我只会爱你一个晚心 好吗 算我求你了 行吗 别杀死我们的孩子 只要你答应 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你以后做什么 我都不管了 行吗 晚心 我求你了 行吗 好 这个孩子我留下 但是 从今往后 你不要去再伤害任何人了 好吗 好 包括我爸爸 陆星天 好吗 好 爸 爸 都不听见了 放心吧 女儿没事的 女儿真的没事 优优独播剧场——YK 老板 德国的 文章 有人打听的是吗 医院我已经去过了 姓陆他已经长期昏迷 大夫说和死人没什么区别 和死人没有什么分别 对 医生说得很肯定 你去吧 哦 老家变成真正的死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行了 你别说了 走吧 我们坐到这儿也不是事 去想想别的办法 走吧 你们先走吧 我要等他醒过来 那也好 我们明天再过来 爸 还是我来喂你吧 爸 你别说了 手脚不立刻就不要敞堂了 你看你弄得到处都是 朱皇上 请你说话尊重点好吗 好 岳父 是我不好 不该对你这样 但是我也希望你们两个不要欺人太慎 现在吃饭能不收就行了吗 岳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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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不知道啊 你的女儿用我的儿子来威胁我啊 还偷偷跑出去跟老情人约会呢 那个陆行天还装着什么植物人来骗我 你知不知道这事啊 岳父 你最好不知道 如果让我知道了 你们几个何其会来骗我 我杀不了他 不等于杀不了你 大不了鱼死网破 大不了鱼死网破 放心 对不起啊 不开玩笑的 别生气啊 对儿子好点 对儿子好点 陆行天 有事啊 陆行天 他成植物人了 还是有事 我亲眼看到他 不管他有没有事 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可是爸 你知道吗 我看到他那个样子 我真的有一点难过 沈敏 大哥这次如果我能醒过来的话 我想带他离开这个地方 这些鬼地方 我一天都不想陆带了 就算天哥醒来 也不会走的 帮也得给他绑走 我不想让大哥再受苦了 那我们一起照顾他 好 说话要算话 行了 陆大哥 你终于回来了 他饿了 弄点吃的 走 回家 走 走 回去 我躲起来了 等朱洪生走了之后 我才跑回来的 那个朱洪生太毒了 你都昏迷了 他还不放过你 幸好陆大哥你激人天下 饿必然隐蔽 好 好 我们之前都想好了 不管能不能从蜂蜜中行 我们都决定带你离开上 我们会养活你 我跟小米会好好照顾你 不会再忍受 朱洪生不打了 我们今天哪有去 情况我都说清楚了 封城银行的计划 我们必须要组织 哥 下面就是你的反诈骗大局了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冷静 以朱洪生现在的实力 咱们要是硬拼就死定 必须设一个反诈骗的大局 让朱洪生偿还他所有的债 破他们的诈骗 怎么破 你具体说说 破日本人和朱洪生的局 必须成为局中人 那你要怎么样进入他们的局 两点 第一 让我迅速变成一个有钱人 二 让朱洪生知道我要对付他 景天 这是一个同归于尽的自杀计划 你可要考虑清楚了 幻章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帮我 但是我相信你做的事情 是对国家对民族有利的 今天我把话放着 只要我活着 我就一定会尽己所能 做成这个反诈骗的局 破了他们的富士山计划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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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去吧 拜拜 又怎么了 我说二位啊 别再为难我了行不行 这骗女人的活我是高手 骗男人的活我不熟啊 一回生二回熟 这次给你这个事 要干不好的话就要你的命了 我就奇怪了 你们就不能找个女 我 我负得找 不行 这次女的不行 一定要找个男的 牛哥 你这不会是要把我淹了吧 淹了你 你还没这福分 想当太监你没那命 这回啊 让你做一个从海外来的高人 外国人 这位就是海外来的大师吧 大师 这儿 前不敬 名不咎 有名赚 没名化 你还是收回吧 大师 请详解 请回吧 大师 不要吓我 大师 不要吓我 可谓你 没有权处 你的钱来路不正 自审 十年何动 十年何锡 大师 为什么断定我的钱 来路不正啊 买人卖命 害人害命的钱 怎么能叫正 你的钱将要散去 你的命也将不久于世了 大师 真是太神了 居然没为我一言半语 居然能知道我的钱来路不正 大师 一定有紧 请救我 大师救我 我给你磕头了 看待你的心还算成 我就给你指一条路 你命里的唯一鬼人 马上就要出现了 找到他 不仅可以化解 而且还可以 武归通达 延年益寿 这位先生请留步 你找我们老板有事吗 没事 失陪了 这是没什么 天山二上 一胆一立 八爷 你不会把他看成是贵人了吧 就是他 可让人看起来很穷啊 是 贵人不一定是富贵之人 盯着他 看看他是干什么的 我打听过了 他们到码头 一天两次 早六点 晚六点 我看别盯了 这不仅是穷 这也太穷了 马桶里装的是分 日出日落 黄金两车 诸公姐梦里份是黄金哪 早晚各一次 日出日落 黄金两车 这正向大师说的呀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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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的张岳江将军 我希望他能够尽快地来上海 协助我们演好这场大戏 张岳江将军是你的门生 他可是段祺瑞身边的大红人 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他刚刚到上海和福头帮结了仇 是我保住了他 并且鼓励他去参军 没想到就造就了 今天的东北的张岳江将军 王先生 过 郝老板 您的电报 说曹操 曹操就到 电报上说什么 张将军什么时候到上海 怎么了 东北军事吃紧 无暇抽身前往上海 但有一副官 现于南方执行任务 待任务完成之后 可派他代表 等任务完成之后 那钱全被日本人就卷光了 郝老板 你们都先别着急 你们说的那个副官 马上就到 原来你就是那个王副官 原来你就是那个王副官 你就是那个王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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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王副官 gli王副官 叫你王副官 尤其是一个王副官 你能暂er 优优独播剧场 ل军 这就有了 这里 不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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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现在的确在张将军挥下工作 这个张将军可是段祺锐身边的红人 段祺锐身边的红人 当有天老去 你师父 这可就是个大马腿蛋 错不了 我查过那个副官王焕章 他的父亲以前就是上海驻守的王司令 他现在的确在张将军挥下工作 这个张将军可是段祺锐身边的红人哪 这就是要把家庭赢出了 录先生 叫我 是啊 我叫秦裴伶 那天在西山路上 从从见过一面的 我想起来了 那天我去鸟园寺 咱们还说过话呢 对 对 对 我回家之后 对先生总是念念不忘 总觉得先生像老熟人一样 哎呀 总想结个善愿 这是武方摘的一点点心 练练心 这怎么好意思 您太客气了 别客气 别客气 主 谢谢 百年修得同舟度啊 我跟陆先生 前世一定结下了缘哪 天哥 你看那不是黄老板吗 晴天 黄老板 黄老板 您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晴天 您我不是有个约定吗 你答应过我 如果我重回上海滩 你就会在我左右 来 介绍一下 王副官 这是东北张玉江将军 派来的人 晴天 好久不见了 一会 我们张将军 想在上海开间公司 要找个好处来打理 黄老板向我推荐了你 我信任黄老板 所以今天 我就过来找你了 今天是什么日子 今天是好日子 今天是好日子 在下秦培林 久仰张将军 和王副官大名 敬头关照 晴天 咱们找个安静的地方 好好聊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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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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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去去去 名片您先给我 改天我到府上拜访您去 好 好 你等着我啊 回头姐 你去 你命里唯一的贵人 马上就要出现了 老爷这几天身体不好 一直在二楼 请 你们俩到这儿等我 好 来 周天 你走 来 进来 小姐 来客人 你来干什么 我来 拜访谢伯父 我爸爸身体健安 不宜长期会渴 几句话就走 你 请 我 你 我 你 怎么 你 你 我 你 你 然后您只要告诉我 好或者不好就行了 张岳江张将军 委托黄老板和我 在上海开办一家公司 公司现在没有钱 但是钱会滚滚而来 公司现在也没有事 那是非会源源不断 我会为此背上千古骂名 但是我无怨无悔 您听懂了吗 那您的意思是 您说好我就心安了 你敢说好 您能谈有自己的 您能不能因此 您想要 您还可以 您快乐 您可以 您快乐 不是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看我爸爸现在这种状况 合适吗 只是做个顾问 不会让谢伯父操劳的 对不起 我跟我爸爸不想跟你 有任何的瓜葛 万欣 我现在还能够 站在你的面前 你不觉得是天意吗 你来就是想告诉我们 你现在一步登天了 可以给我们恩惠了是吗 我来是想告诉你 我为的是正义 我求求你 我们现在日子过得挺好的 我现在已经怀上 朱风生的孩子了 求求你了 离我越远越好行吗 你师父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张将军给你的特赦令 三天以后 你就可以出狱 我曾经对你不忠 还出卖过你 为什么要这样放我 因为你有能力 如果我再次背叛你呢 我不怕 因为下面我让你做的事情 也很危险 我们都注定是在地狱里重生的人 怎么死都一样 因为你曾经给我说过一句话 我是一个想要在辉煌中死去的人 签字吧 公司明天就要成立了 我们需要你 谢谢你 我们需要你 我们的债券现在发售情况是一天比一天火 很多大金主都在持笔观望 也许是我过于敏感 如果这个时候 陆行天跟黄有名杀出来 来跟我们争夺资金 我怕会影响我们的计划 一个空壳公司能吸纳多少资金 他们能有什么好的项目 能让上海的有钱人 都把资金转投到他们那儿呢 这个很难说 张将军是段祺瑞的红人 现在段祺瑞是大权在握 他一直想收购那些 由外资拥有的基建项目 好像铁路 电厂 自来水厂 这些都是回报很高的项目 把钱投资这些项目上 立即使没关系 然后上海面交换 资金转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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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 这些邮商本要关系 になсы不希望 预备 这些邮商本音乐 今天 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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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好事一定会找你的 说实话 我们这个公司其实是为政府的基建项目做民间融资的 第一期我们打算融资2000万美元 回报是15%每个月分红 15%的利息 利息仅仅是迎头小利 最重要的是 这家公司将来会在上海上市 基础投资者优先认股 这才是大头 又有厚利 将来又有股份 这样的好事 我当然愿意 但是 投资 是会有风险的 高风险 高回报嘛 陆兄 这是我命中的贵人呢 秦兄才是我的贵人呢 棘手的融资难题 到了秦兄这儿就不是难题了 有句话要说在先呢 我的钱大部分都不是挣到来的 可我不知道 王副官和张将军 会不会嫌弃我这 英雄不论出处 钱更是只分针脚 不论黑板 那我就放心了 有个叫秦培林的 一次就投进了五十万大洋 邢田公司出的是百分之十五的利 而且暗月分红 很多大金主跟风 把钱投给了他们 他们民众若是知道了这件事 也会纷纷卖掉我们的债券 把钱投给他们 到时候富士山计划就会彻底失败 我早就说过 邢田公司就是冲着我们来的 你们不信哪 说是什么我个人恩怨 你们现在总该明白了吧 我们真的应该 及早听你的话 打记录邢田 现在这个事态 还有什么办法吗 看法是人想出来的 你放心 想拆我的台他还嫩点 陆邢田跟我斗的 已经输得一无所有 这一次 我让他连命都打上 岳父 我们是不是一家人 那我怎么看着不像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我太太 你的肚子里怀着我的孩子 那您呢 您是我的岳父大人 我们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一家人 我对你们不薄啊 可你们为什么个个都心怀归胎 这些事让我想了我就心寒了 我看你 你身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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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行上的 我行上的 你身上的 你身上的 岳父 我已经是您的女婿了 你不会是想着 把婉馨 还要嫁给那个什么路行天吧 周浩世 你在胡说些什么呀 那为什么要联合这外人来对付我 回房 今天要不把话说清楚 你们谁都别想走 朱浩世 你跟陆行天的恩怨 你为什么要拿我爸来出气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啊 我不是个男人 我除了把你肚子搞大 我在你心里中 根本就不配谁来 你怎么都不要脸你 你给我听好了 你是我孩子的娘 如果我倒了 你们娘俩要好过不到哪去 现在是不是看那个姓陆的 又东山再起了 又靠山了 又有希望了 别忘了 你已经不再是皇华闺女了 这世上除了我能要你 没人会要你 她更不会要你 回去 别走 你给我听清楚了 明天把你那个什么顾问 给我给辞了 你不会以为陆行天真的能成功吧 啊 你老不是转座正行了吗 那你为什么要帮着他坑害老百姓的钱 你只是为了对付我吗 你是不怕背着良心吗 朱和尚 我爸没有坑老百姓的钱 那些地下金主的钱也不是挣到来的 就算是亏了事 也不会亏良心的 地下金主 我不相信 亏欣 你再套我话 我还用得着套你的话吗 我告诉你 那个姓陆的有没有什么地下金主 他只要选择跟我斗 他就死定了 小典 走 等等 我来 让开 爸爸 爸爸 妈 老爷 老爷 周深 你疯了吧 爸 爸 你没事吧 老爷 老爷 你没事吧 对不起啊 岳父 我以为你是假贪呢 看来是真的 把老弟扶起來 快 還是 我爸沒有看老百姓的錢 那些地下金主的錢 也不是正道来的 就算是亏了事 也不会亏良心的 地下清楚 我不相信 关心 各位商会同仁 我知道这段时间 大家都在犹豫 到底是买风尘银行的高息债券呢 还是行券公司的投资项目 毕竟行券公司承诺的回报利润比较高 但是据我所知 到今天为止 行券公司只有几个所谓的地下金主介入 我想那些人的钱的来历 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周老板 时间保卫 有什么话 你就直接说吧 都是商会同仁 大家都是正当的商人实业家 我想没必要跟那些人缠合在一起了 哼 跟欺量我国国土的日本银行合作 我觉得也算不上什么高尚吧 我也是上海商会的会员 我今天约各位出来 只是想报个讯 提个醒 我以会长的身份 代表大家谢谢你 是与钱投在哪儿 这是个人的事 还是由个人来做主 再上言商 我觉得行天的项目就很不错 收购铁路 电厂 水厂 立国立民 回报又高 又有军方在撑腰 为什么要介意是张三在介入 还是李四在介入呢 可会长一定明白 这高回报到背后 必定伴随着高风险 那些地下金主跟大家不一样 他们的钱没几个是白的 所以说他们愿意赌 他们赌赢了呢 可以跟人家说 是半实业赚回来的 黑钱就变白钱了 那输了呢 就当是向军方买了个护身符 在座各位都做正常生意 犯不着去买那个什么护身符吧 看来朱老板 这次是来替风尘银行 做说客的 我不是来做说客的 凡是以利益为先 风尘银行 毕竟有着深厚的历史 又由日本政府撑着 那各位可能听说过 我跟陆星天 还有黄一鸣 是有点个人恩怨 但是刚才会长也讲了 在商严商 我想在座的都是商界精英 应该如何选择 那心里应该再清楚不过了吧 很多大金主都被朱红生说服 购买风尘银行的债券 如果他们这么选择 刑天和风尘就不会构成 敌对的态势 我现在担心 这会带动民众跟风去买债券 而落入陷阱 天哥 黄老板带着一帮人 在会议室等你们 说是来投资的 都是什么人 是朱红生手下的 是朱红生手下的 阿田 听说你们需要大金主 我们虽然不是什么大金主 但几十年做经营 都可算是有钱人 你要集资 我们当然要支持的 各位的好意 阿田心领了 但是投资有风险 钱都带来了 办手续吧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那阿田 多谢各位了 阿田 朱红生现在是我们老板 但我们拿了钱找你 还不晓得为什么吗 钱你随便用 赚与赔 我们不在乎 谢老板说过一句话 人最重要的是 以好人的名义金棺材 但是我这件事情 还不好定黑牌啊 好人不是别人说的 是自己给的 只要死的时候 自己心安就值了 那阿田 带邢天公司 多谢各位同仁 仗义帮忙 你是怎么想到 把他们找来的 我哪能想到找他们呀 我直接去找他谢怀仁 我明白了 府邸抽薪 让朱红生把我们想象的更可怕 然后就会极力地来对付我们 还是谢伯父厉害 我觉得谢怀仁挺可怕的 到现在大金属还没有出手 热潮过去就该进入官旺期了 我怕会出现 卖掉债券改头行天呢 放心 傻人没那么傻 没有做正行大金属投资 他们是不会相信行天公司的 就我收到的情报 不少大金主准备选择入资行天 你说过的 金主的事你会有办法的 朱先生 不要以为富士山计划失败 只有我们两个人倒霉 你也脱不了关系 这个我当然知道 可是事成之后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还不知道呢 你放心 事成后 天衣分不会赏你 而且 我会在天皇面前 问你成功 好 那两位请可放心 一定会有很多的大金主 拎着满满一箱子的钱 来买你们日本债券 可能吗 山转先生又不相信了 那我们可以打一个赌吗 赌什么 输的 切掉一个手指的 怎么样 山转先生 嗯 周鸿生手下的八大掌柜 都自私 这不就好 跟我们的商会会员说话了 拜托会长吧 朱鸿生费尽唇舌 鼓动我们买债 可是他的亲信呢 却连一分债券也没买 反而将钱投向了你们 你说 这会让我们的商会会员怎么想 他们会认为 朱鸿生在骗他们 最大的好处 朱鸿生手下人捞着 日本人的鸡肋 却让他们看 幸好这次有你帮忙 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 我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说实话 我毕生最恨的 就是汉奸 我们怎会做了 今天一个大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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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做一走 到底是什么 谢谢 我没想到 我们这次有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一定要查清楚他们的敌 要偶用吗 别这么阴阳怪奇地跟我说话 现在我们是同在一条船上 我也希望你们日本真的卖得越多越好 把全中国的全全都卷过来 我知道该怎么做 你干什么 你听着 陆星天玩了个回马枪 弄得我差点是焦头懒的吧 好 那么这些人现在公开跟我作对了 那就把你们一个个都整死了 你看 啊 啊 我希望你能带着晚星和谢伯父离开上海 该带他们走的是你 你别忘了 很快我就会成为上海滩最大的骗子 我走不了 陆星天 我的同志们有能力把你送出上海的 我几乎都忘了你是一个有双重身份的人 但是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日本人和地下金主都不会放过我的 晚星应该有个幸福的未来 谢伯父也应该安详晚年 跟我在一起 他们只会麻烦不断 你真的能放得下 如果爱就必须放得下 请你跟招待 那星天公司的基建项目 好像是假的 我当时就说嘛 不会是张将军 打着幌子来上海捞钱的吧 果不其然 你去聪明吧 你说你给行天公公司 当那个顾问是怎么当的 别挡了 现在出这事他们要抓人的 这是你 时间真不错 带岳父多溜溜吧 主公司 你来干什么 贵公司承诺的利润那么高 像我这么为力士徒的人 能不进来捞点油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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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资金总额还差五百万美金 这个缺合我来给你补上 对不起 朱先生 你还是去买封城银行的债券吧 怎么了 我的钱烫手吗 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付 投资分散吗 这个道理难道还用我教你吗 你不怕日本人说你吃里扒外 我投资我的 我做我自己的生意 关日本人什么事 百分之十五的年利 每个月都有利息呢 这么大的诱惑 我有什么理由不跟进呢 怎么了 为什么不敢收我的钱呢 嗯 胡老板 咱俩是老消息了 你实话跟我说 不会是你们收购的项目都是骗局吧 当然不会 招地儿 给朱先生拿入资合同 朱鸿生 入资五百万美元 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被利息压死 朱鸿生绝不满足于 仅仅给日本人当跑腿的 他要的是吞下我们公司 然后所有金主的钱 就落入到他的能力 那接下来怎么办 张司令在日本买了批军火 打算重新装备他的保陛 查出钱是从哪儿来的 还没有查到 陆行天 希望你的钱 不要变成张将云的紫带 放个消息出去 就说陆行天在炒股 是 你们还讲不讲信用啊 白纸黑字写的 什么时候还心 就什么时候还心 延期还心 延期到什么时候啊 我们当初是看在 秦老板的面子上 才给你们偷偷知 别以为老子是吃素的 到外面去打听打听 我们做的是什么生意 你们得拿不到利息 我们就要撤资 还啊 还钱 一定要还钱 还钱 还钱 各位老板 稍安勿造 我可以保证 我们一只股票都没有还 你们的投资是绝对安全的 暂时还不上你们的利息 不是公司没有这个能力 而是我们把大量资金 用在了收购上 还你们利息的钱 我们是要从外地调动过来 对 给我们十天时间 十天之内 张将军调动的钱一道账 马上还给大家利息 张将军是段祺瑞身边的大红人 又是公司法人 王副官就是张将军特意派到上海来主理公司的 这事大家觉得靠得住了吧 好 那就看在张将军的面子上 给你再宽限几天时间 我不同意 周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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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老板 罚测诠哥 上见 zaw 周老板 周老板 罚测诠哥 老板 2个人 最统大的 我再给你们两天时间 如果说后天我拿不到利息 对不起 我要合同办事 还我本金 不然的话报警拿人 对 合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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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傅 你顾问的那个行钱公司 出大事了 出什么事了 放心 陆星天阿没死了 他这是没钱付利息了 大家别急这事请去男友好不好 吃饭吃饭 吃吃饭 吃吃饭 加点菜 岳父 你转了半天正行 不过是帮入行先 又做了一回翻戏 不过这回他要是没钱付利息的话 这事可是比较大了 不过 我相信陆星天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弄到钱 来付他第一期的利息 不然的话他这个骗局就撑不下去了 他一定会撑下去的 你说对吗 岳父 不 万欣 爸爸好像不舒服 这几天就不要带他出房间了 最后躺在床上不要起来 岳父 如果不想活受罪的话 就早点把话说明白 因为我很想知道他们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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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